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508集 的确 刚才秦晨的主意啊很好 但是同样有一个弊端 那就是必须让林渊至尊对昆摩宫有一定的掌控 可是那昆摩宫乃是司空镇的至尊宝器 倒不是说司空镇不愿意 可一旦昆摩宫被林渊至尊掌控 那么昆摩宫中的强者行动几乎要被那林渊至尊给掌控了 林渊至尊一旦进入石痕地门后反水 那秦晨和司空镇必然威胁 可以说这么做之后 秦晨和司空镇的生死都关系到这林渊至尊的身上 一时间全场寂静 包括林渊至尊神色都忐忑了起来 注目睽睽之下 秦晨确实笑了 我当时怎么回事呢 原来就是因为这个 本少既然收了林渊至尊 自然就相信他的为人 什么都不用说了 就按照本少之前的计划办 林渊至尊心中瞬间充满了感动 激动道 大人 属下定不如命 秦晨点头 看了一眼四周 笑眯眯道 不过 我们这里人太多了 全都进去石痕地门 难免不被怀疑 这样 林渊至尊 你挑选出两名护法和长老 先行进去石痕地门拜见 剩下的人 就跟随着我等一同进入昆布宫吧 等到出手的时候 再全军出动 在场众人全都是一阵 司空镇确实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这个注意好啊 只有林渊至尊和两名强者进去 剩下的强者全都进入昆魔宫 这就相当是于 把剩下的强者全都当成了人质了呀 若是林渊至尊胆敢反水 那么他和大人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 就把困在昆魔宫中的 所有林渊圣门强者给灭杀掉 届时 就算是林渊至尊奸济得逞 他林渊圣门中的强者 也是进阶云灭 光盛他寥寥几个 又有什么意义呢 高 实在是高 想到了这里 司空镇立刻看向了林渊至尊笑道 叶兄 还不让你麾下之人 全部进入本作的昆魔宫中啊 呼的一声 昆魔宫出现 悬浮在虚空之中 打开了入口 在场的林渊圣门高手纷纷变色 他们也都精明得很 自然明白进入这昆魔宫中之后 就意味着什么了 人质 生死将不由他们自己 不过他们倒是也能理解司空镇 毕竟进入石痕地门太过危险 但理解归理解 轮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内心还是有些难以接受的 一个个怨愤地看着司空镇 心中怒骂 这可老王八蛋 一旁林渊至尊确实松了一口气 说实话 刚才秦晨那么信任他 他自己心里都有点虚了 现在反而更踏实了 当即 林渊至尊看向在场诸多的强者 你们中 谁愿意跟我进入石痕地门 先行进去扣门呢 门主 属下愿意 属下也愿意 倾客之间 一名名高手纷纷站了出来 几乎所有的护法和张老都神色坚决 无疑退让 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石痕地门中什么情况 先行扣门之人 定然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但是众人一无反顾 门主大人 交给属下吧 属下当年 跟着古须叶副门主曾经来过这石痕地门 也认识石痕地门中的一些高手 对其中的路线也是颇为熟悉的 千眼张老 神色恳切 之前属下得罪了两位大人 希望大人能给属下一个赎罪的机会 秦臣看了一眼千眼张老的 嗯 那就他吧 大人 属下爷愿前往 迷空护法也上前道 你 呃 还是算了 秦臣微微摇头 你和司空圣地的关系不错 石痕地门或许已经得知了 为防止被拆解 你便不用了 让秀一护法前去吧 秀一护法一正 连忙共申道 是 大人 剩下的人 都跟我进入昆魔宫吧 话音落下 司空阵催动了昆魔宫 轰的一声 一股可怕的吞噬之力 涌了过来 迷空护法等强者 纷纷被吸到了昆魔宫中 紧接着 司空阵开始教导林渊至尊 如何操控着昆魔宫 并且给予他一定的权限 你们两个先去叩门 与此同时 秦臣对着千眼张老和秀一护法说道 两个人点头 看了一眼正在祭练昆魔宫的门处 身形一晃 静止地前往了石痕地门 片刻之后 两个人便已经来到了石痕地门之前 什么人 两个人一靠近石痕地门 地门之中便传来了一道冷鹤之声 紧接着 一道道散发着恐怖气息的身影 纷纷出现在了石痕地门之前 正是石痕地门的强者 哈哈哈哈 石痕地门的诸位兄弟别来无恙啊 我乃是临渊圣门的秀一护法和千眼张老 奉门主大人之命 前来石痕地门 刻意来和石痕地门商议 如何对抗司空圣地的事宜啊 秀一护法上前微笑说道 临渊圣门的秀一护法和千眼张老 文言 领队的强者目光一鸣 称声说道 正是 此次我临渊圣门的临渊至尊大人 也一同前来了 还请几位前去禀报石痕至尊 秀一护法笑着道 临渊至尊也来了 领头之人面露震惊 连忙看向四周 临渊至尊他人呢 本座在此 轰隆一声 话音落下 前方的虚空陡然裂开 临渊至尊一身的轻袍 长发飞舞 黑暗大道之力散溢四方 带着威严之气 从虚空之中缓缓走出 秀一护法和千眼张老急忙行礼 门主大人 看到门主大人孤身一人 他们瞬间知晓 门主大人已经掌控了 昆魔宫 司空阵等人 定然就在门主大人的身上 临渊至尊来到了石痕地门之前 看着前方 眉头微皱 身体之上 一股股可怕的气息 不断地冲天而起 这股威严之气斩露 令得石痕地门领头强者 不由的是心中一灵 强者 或者说是 远远凌驾在自己之上的强者 对方至少是一名 中旗至尊 而在整个黑域大陆 中旗至尊的数量 也并不多 对方极有可能 真的是临渊胜门的门主 秀医 千眼 让你们两个通秉 石痕至尊 怎么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啊 临渊至尊一出现 便对着秀医护法和千眼长老 沉声说道 面露不悦 秀医护法和千眼长老 急忙变色 恭敬道 门主大人 我当这在交涉 还请大人多给一些时间 什么交涉 临渊至尊 转头去看向了 石痕地门的一群强者 面露不悦道 本座此次前来 是应你们石痕地门 祖武峰台上长老的邀请 才专门前来的 却不曾想你们石痕地门 居然如此态度 难道你们石痕地门 就这么对待客人的吗 等见到了石痕至尊 本座倒是要好好问问他 你们石痕地门 究竟要搞什么鬼啊 轰隆的一声 一边说着 临渊至尊 一边向前 恐怖的中旗至尊的气息 轰然撞击在了 至尊大阵之上 令得整个石痕地门 山门 都是爆发出了 轰鸣的巨象 不断的晃动 咔咔咔的 整个山门 好似要随着破裂一半 临渊至尊 这是利用震怒的机会 刻意在测试 石痕地门 护山大阵的强度 轰隆隆 天地轰鸣 之前开口的几名强者 脸色结实大扁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可就在这时 突然之间 一道大笑之声响彻 紧接着 从石痕地门深处 迅速地飞掠出来了 几道身影 这几道身影 各个散发出了恐怖气息 竟然全都是至尊修为 显然都是石痕地门中的 顶级强者 到笼上了 见到来人 在场的几名强者 连连变色行李 来人是一名须发揭白的老者 冰冷的目光 瞥了几眼 轰的一声 体内爆发出了恐怖气息 将几个人震飞出去 愣横道 回一边去 鬼客来临也不知道赢亲 回去再治你们的罪 严闭 看向了临渊至尊的表情 已经是满面春风 何须无比 公声道 哈哈哈哈 临渊门主 在下石痕地门龙刀长老 大人前来的消息 我等已经通知了门主大人了 想来门主大人正在立刻赶来 还请临渊门主 不要和一帮小的见识 还请随我去 石痕地门的鬼宾室 好说 临渊至尊倒是没有继续动 脚步一动 当即带着秀义护法和千眼张老 步入到了石痕地门之中 片刻之后 几个人已经是来到了石痕地门的身处 一路走来 临渊至尊暗中观察四处 到处都是一道道的至尊阵法涌动 在那朦胧的阵法之中 无数的强扯不断的掠动 警戒森严 宛若是铜墙铁壁一般 这让临渊至尊心中力燃 石痕地门准备太严密了 还好他刚才没有强行进攻 否则怕是他临渊圣门 定然会损失惨重 一行人来到了石痕地门的重重深处 越是进入 四周的防御就是越是严密 阵法气息也越是可怕 到了最里面的时候 天地间都是一道道的恐怖法则涌动 强力的气息令得临渊至尊 也不由的是变色 千眼张老和秀义护法 眼底深处也有着忐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